好,第一步呢,我先把我的T点一下 如果没反应再打点一下,你要看它沉下去了才算 它这个T的按钮有沉下去才算 法属呢,移进来,放在大概在它的公司的名字的下方位置左右 当然啦,还可以再微调了啦,我们先大概放个位置就好 点一下,好,然后呢,你如果要不一样的颜色 你可以现在就先选,我不要跟这个我的公司的名字一样的颜色 不要,我要把它分开,那你现在呢,就可以先上去选颜色 我现在呢,就把它改成黑色好了 把它改回黑色,你看,现在这个是黑色的 好,我开始打字,那各位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字先打上来 打完毕之后 习惯性的,我们呢,回到我们的黑色的箭头 这样子呢,就代表完成 当然啦,没有人规定说它的字一定要多大 但是我通常建议各位 名字吼,跟你的公司的名字吼 两个尽量不要一样大啦 请问,哪个比较重要? 公司比较重要? 可是没有你的话,公司也会倒呢 不少人啦,不少人 好,这样吼,好啦,开玩笑了 当然公司比较重要啦 所以我们的名字最好小一点 小一点,不要一样大哈 一样大不好看 所以来,我们把它改小好不好 怎么改呢? 来,请各位去把这个T亮起来 好,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顺便呢,再做一次 怎么样改名字 怎么样改它那个文字的属性 来,把这个T点下去之后呢 用你的滑鼠 把你的名字里面啊 随便找个字 把它钓下去 各位你看,游标跑出来一闪一闪的 代表它已经进入那个状况了 你就可以小心的 把你的名字三个字 通通选起来 好,我们到上面去改 改什么呢? 改大小就好 至于字型 我是觉得跟公司一样的字型就好 名片按Mention并高人 字型太多反而不好看 好,我用18集 18点 诶,有了 感觉应该比我的那个资讯中心小了 OK 那我就可以用黑色的箭头 点一下 代表完成 代表一个动作的完成 最后啊 我们再把它呢 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大概在这边 好,下来一点 好,那么你看呢 注意哦 注意哦 各位,你先看一下前面 请问同学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还想去把我的群雅 直讯中心再移上去一点 可不可以 看黑板哦 因为你可能会做错哦 你看 你看 我用这个黑色的箭头 我想把群雅 直讯中心把它拉高一点 我把它按住 拉高一点 哇,结果谁划上来 可是我明明 可是我明明选到的是群雅 直讯中心呢 因为你其实没有选到它 你只是滑鼠放上去而已 所以呢 来,我跟你讲怎么做哦 各位注意看 有没有看到黑色的箭头 你呢 把黑色的箭头点一下以后 我往上看 有一个叫做自动选取 告诉你 自动选取 这四个字 请你呢 前面把它打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滑鼠放在什么地方 它就自动的 帮你选到那个东西 这个意思 懂意思吗 这叫做自动选取 所以呢 我把自动选取把它打工 来,我再做一次哦 我要把群雅直讯中心 把它拉上来一点 我把滑鼠呢 放在这个字里面 按住 再拉上去 各位 它就可以让我拉上去了 所以请各位呢 自己啊 稍微的啊 确认一下 如果你接下来 位置上有要变动 甚至于连这个mark 这个logo也一样 我要再把它移动一下位置 记得我们的自动选取要打工 打工以后呢 你的滑鼠放在哪里 它就会自动的选到那个东西 现在我把这个蝙蝠想要按住 再去做一个位置的移动 稍微调一下 你看 就可以很顺利的 把我要的东西啊 大小啦 位置啦 都可以做调整 好 以上啊 我们的名字做好了 一张名片除了名字还有什么 对 email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email啊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没有的话随便给啦 一二三小老鼠G没有点 看没可以 哦如果你真的没有信箱 真的没有 老师在信箱打不开 没拆没拆 有没有打开呢 没关系 有没有 万一没有 随便打 一二三小老鼠 对 如果你没有信箱 你还没有G没有信箱的 你就用这个来做内计就好 等下来 等一下你可以打这个 啊如果你有你自己的信箱 你就打你自己的就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 我们预计的打这样子 然后把它先 我把它 从前面 对 对 那我们现在呢 好 来 等一下呢 我们打上email 哦 两点 哦 然后 一二三小老鼠G 等 AIL.com 哦 这样就可以 底下哦 地址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地址已经不流行了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打多人电话 哦 打两行 代表一下 PEL 哦 那我们就 各位 你直接用我们的群牙做代表就好 哦 零六 二 是什么 我们群牙电话 好 二八九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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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我们的电话就好 哦 然后email 哦 用Live 哦 用Live Live也可以 随便 打这个Mail就Live 用那个 email可以 哦 L.I.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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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那各位呢 通常是这样子哦 你注意一下 第一行比较长还是第二行比较长 第一行比较长 第二行比较短 第二行比较短 对不对 EQ最长 EQE上去就是什么 Email 再上去 就是电话 哦 所以立马 осв center 在上面 就 Wrestle一下 如果用LINE的话 我们用 quant L.I Mitor LINE 4 一二三 黑绿系统 预告我们带号是这样 哦 好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把资料拿把它打上去 重新 好 我们只是一种练习啦 那各位呢 你会了以后 将来你都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名片 将来你都可以自己设计你的名片 好 那因为我们呢 不敢把他拿来做作业 是因为有介于 各位你可能没有 你现在呢 都只是根本 连那个公司啊都没有 所以不用啦 不用 我们只当做练习就好 将来如果你自己有需要 你再自己去做 这张当然不能当作业啦 因为呢 我们的作业是要做邀请卡的 邀请卡会用到的图 我就已经帮各位选好了 你放心 这张名片啊 是我们的练习的作品 来 对 所以不要紧张 慢慢来 一步一步来 现在呢 我们把那两行打上去了 那如果对于在我们的ForeShop 打字啊 你还不是很清楚的 也不要紧 你现在看我做一次哦 你现在看我做一次哦 嘿 你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前面 我要把 黑板的那两行字啊 把它打进来 来 好 好 首先呢先去把T啊 点一下 把我们的文字工具的T 好 我把它点下去了哦 好 法属一进来啊 大概就放在下面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在下面找个地方 这样子了 至于要什么色 你可以现在就先指定好 如果等一下要修改 一样可以修改的 只要把字选起来 就可以去改 就可以去改它的颜色 哦 啊你要现在给它 还是等一下再改都可以 没问题的 哦 你自己方便就好 好 我去改个黑 我就把它改成 深绿色好了 哦 我们呢 都尽量做给各位看 哦 然后把它改成绿色 深色的绿色 哦 这样子 怎么这样打 可以啦可以啦 应该看得到 好 来 你看哦 我是先去改颜色了 好 那么我开始打字了 LINE LINE 大写小写 应该没关系吧 哦 好 冒号 123 小123 ABC 好 各位 第一行 我已经打完了 如果你要到下一行啊 你一样呢 可以按个Enter下来 哦 那你会发现 哎 不对啊 第二行不见了 哦 对啊 它这个哦 因为我们LINE 我们那个字的文字的方式 有两种啊 我们用的是第一种 叫美工文字的做法 所以它呢 按个Enter 它不容易下来 哦 它跑到下面去了 有没有 像我做了两三次 同样的动作 做两三次 它才有反应 我再做一次 你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打ABC 你看我的LINE 我把123ABC打完以后 我按个Enter 它呢 如果成功的话呢 照理讲会跑到底下去 有没有看到 油标一闪一闪的 好 至于说 啊老师 它怎么那么开啊 它离第一行好远 那没关系 那后 待会再来丢进就好 我先把你打起来 哦 啊如果说呢 你第一次按Enter下来 都没有成功 不要紧张 你要再做第二次 哦 你呢 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 你用T呢 再点第二次 我把那个C的后面 点一下 哦 我再点一次Enter 哦 你看就成功了 所以呢 万一第一次没有成功 游标没有跑出来 没关系 你再做第二次 让它把游标跑下来 哦 好 我把开始打了 哦 T E L 哦 代表我们的电话的意思 哦 好 06 289 5353 289 不好意思 289 3535 好 各位 现在呢 我已经把我们底下两行啊 要打出来的字呢 都已经打好了 哦 像这个比较特殊 它有两行的文字 哦 它有两行的文字 等一下呢 我们要教各位的 就是这两行哦 离得比较开耶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大小 调它的那个中间 这个 这边 这边 第一行 跟第一行 哦 太开了啦 我要把它调进来一点 怎么样把这样跟这样的距离 把它拉小 拉小一点 等一下呢 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呢 请各位等一下注意看一下 我怎么样把这两行 把它拉近 那么呢 现在呢 各位一下这两行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现在要调给各位看哦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 你先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来调这两行 来 我们哪 我们哪到上面来 这边哪 我看一下 这里 各位你看一下我的滑鼠 你的眼睛啊 现在看一下我的滑鼠 我的滑鼠慢慢的慢慢的移上去 按这个按钮 这一个叫做段落设定的按钮 段落设定的按钮 就在这边 只有一个这边 好 我把它点下去 好 各位 它会跑一个这样的画面出来 你给我看点 你家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那个 握的 里面啊 那个格式设定 感觉是一样的 格式的设定 所以各位呢 如果不清楚的话呢 你再看一次 滑鼠呢 一到上面来 找最后面这个按钮 老叔 我没看到那个按钮 你没有看到的话 代表你没有把这个T点下去 你要把这个T点下去 把这个T点下去 把这个T点下去之后呢 我再做一次 你要把这个T点下去 然后呢 你确认一下 这两行 这两行 你呢 这两行啊 随便找个字 把它点一下 让它呢 跑出这个游标 一闪一闪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呢 上面就可以开始调整 来 我把这个按钮 再按一次给各位看 跑出来了 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究竟啊 我们可以在哪边调 让这两行缩短一点呢 关键在这边 这里有个字 动 我看一下 哦 它没有缩 对 没有错 不动 应该我们要把它选起来 我把它选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哦 太小了 好来 各位你注意看 哦 另外呢 你要把这两行 你看哦 我把这两行选起来 哦 我选给各位看 因为它选起来才会有反应 按住拉过来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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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动哦 再继续往下 滑鼠拉下来 就可以选到这两行 哦 选到这两行 所以呢 你呢 把这两行先选起来 请各位找这一个 这一个 有一个叫做 两个A叠在一起的这个指令 这个按钮 我的滑鼠现在停在这边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我的滑鼠现在停在这个地方 你注意看 这边就是让你可以调整 两行之间的宽度 之间的距离 哦 我的滑鼠现在放在它的旁边 哦 我再做一次 请各位注意看 我把它关起来 再做一次 第一个 你用你的T 哦 T先点一下 好 请你呢 移到我们这两行里面 随便找一个字 改调整 好 让它游标一闪一闪的 跑出来了 然后呢 请你小心的 把这两行选起来 按住 往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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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到这边 再往下拉 哦 就是这样子 把这两行选起来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再请你打开 上面这个 段落的设定 这个哦 按一下它 在这里面啊 请你找这一个 线绕的滑鼠 停在这边 它通常都会显示 自动这两个字 它通常都会显示 自动这两个字 那么呢 我把它按下去 请你选 我看一下几点 十四 十四也太近了 十八 十八差不多 你看我点了十八以后呢 上下这两行的距离就差不多 可以 你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啦 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十八或二十 你都可以接受 那就OK 你自己找一个 大概哪个数字 你觉得它合起来之后呢 两行的上下的这个宽度 差不多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OK 所以我这个是十八点 十八点的一个状况 OK以后呢 我们调好了 就回到我们的黑色箭头 点一下 代表完成 位置你自己调啦 位置我就不指定了 位置的话呢 你就用黑色的箭头 按住这个文字 就可以去移动了 位置你自己挑 建议各位要对齐 对齐 这个叫对齐 这叫视觉上的对齐 我们这个平面设计上面 这叫视觉上的对齐 这样子人家就不会说 你是随便乱放的 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从这个群上面这样对一下来 对到你的这两行的文字 所以这两行一定要这么大吗 其实不要 它应该就更小 所以这三个文字 这三组的文字 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公司名字 其次呢 就是我们的名字的大小 再小一点 最后是这个 这个最不重要 所以这个呢 可以再把它改小一点 没关系 它的文字应该要有层次的变化 不要都一样大哦 这点请各位注意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把这两个字 再把它改小一点 把它改成小一级 希望它跟我们的文字 跟我的姓名比起来 可以再小一点点 这样的话 我们的名片的文字的大小 就会有层次的变化 好 那我现在把它改大小 给各位看 好 那么呢 我们如果 联融这一次啊 怎么样把名字 怎么样改文字 我已经讲了三遍了 各位呢 如果你还不太清楚的 再看一次 我要把地 下面那两行 把字再改小一点 好 各位你看一下我怎么做 我把这个梯点一下 开始了 然后呢 我去里面啊 随便找个字 先让它把游标啊 出现 一闪一闪的 之后呢 我再小心的 把我的文字选起来 按住选起来 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上面啊 本来我是选18点 如果你嫌太大太小 像我这个可能太大了 我就要把它改 改成最小 大概10或12差不多 嘿12可以 12可以哦 嘿相对性的啦 它跟我的姓名比起来的话呢 要再小一集就对了 一集透两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你的名片才会有层次感 好 如果改好了 回到我们的黑色箭头 回到我们的黑色箭头 点一下 这种有一种 stand by 的感觉 就是已经做好了 可以随时再做下一个动作的意思 好 那我就可以小心的 把我这两行字 按住 然后去放在 我该放的位置 所以该放的话呢 就是说 尽量做对齐 你视觉上看看有没有对齐 其实就OK了 这样子 好 然后名字呢 通常我们的名字都会尽量放在公司名字的正中央 这条中央线下来 这种方法 其他的也没关系 也会靠左 也会靠右 注意哦 麻烦各位 我常看到有人这样打呢 你注意看 我保留你看哦 拜托你也这样做 这样很爽哦 你注意看 他打这样啊 哦 同学 还有人这样 哦 姓名又打冒号啦 姓名冒号虚产员 同学 五人知道 五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这叫 这叫名字吗 我上次有人看他设计 名片这样才打冒号 名字啦 那你干脆这边打什么 公司名称冒号好了啦 送到要不要 不要 你检查一下这不要啊 哎 有的证据连这个都一样哦 他这个证据连这个 那你这个都拿掉 哦 这样才有个性的 有 可以啊 只要人家看得懂 不会搞错就好 哦 好 OK 我们到这边一个小时到 我们休息五分钟 哦 这张名片 好了 就请你存档 哦 你请你好了就存档 哦 储存到你的随真碟就可以了 储存档案就可以了 哦 我们借我这张名片啊 让各位做了解一些基本的动作 哦 哦 那没关系 按确定就可以了 稍后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